消防局是在晚间的六点货报 在本州工业区一间螺丝工厂发生了大火 立即调派九个分队前往灌旧 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 目前初步了解没有人员受困 不过现场的火势很大 而有没有空污的问题 环保局也将会来调查 消防队也还在抢旧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警方理清